应该说随着我们疫情防控级别的下降 那全面推行了复工复产复学 那我们临床的用血也是在非常一个快速的这个在增长 因为我们的门诊包括这个手术都已经全面的在开展了 用血量现在还是处于减平衡的状态 那今天呢这一战呢也是我们高效献血的这个第一战 在育婴这边 热血先锋这个活动呢是在三年前我们团圣委就已经是发动 就是倡议在开展了 那今年是第三年 那是热血战就是热血战役这么一个活动呢 也是在这个特殊时期推出的 这个活动我们会一直持续到这个六月底七月初 就是这个学期结束 这些是热血战役劲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